大家好 欢迎收看 谭谭交通 耶 当谭警官遇上叛逆少年 场面没有多好笑 谭桥在路上遇到了一名 骑车看手机的小伙 于是立马拦下小伙 18岁以下不能 你是干啥的 你是干啥的 你在聊QQ啊 是啊 我不能聊QQ啊 我已经18岁了 咱们的谭警官也不甘示弱 当小伙聊到自己家乡的特产时 谭警官在路上遇到了一小伙 骑着车还拉着前面一辆三轮摩托车 把开车的大爷和小伙拦下后 发现两人并不认识 而且大爷表示很委屈 他也不知道有人在后面拉车 于是大爷伸出手 谭警官劝小伙子要把心思用在正道上 并告诉他多读书很重要 小伙子表示赞同 在想你读书啊 读书没没多点的嘛 你将来 你没有文化 你不读书 你说你以后干什么工作 你靠什么吃饭 吃劳 谭警官在路上遇到了一红头小伙 没戴安全帽 谭警官拦下他们 向大爷询问小伙身份 他是个木娃娃 你女儿 哎 快 是不是会把营运还是你女儿啊 是个门车人 谭警官又把小伙喊下车 谢谢你爸爸 是啊 你 你男的女的你 男的 好家伙 原来大爷开的是崴摩托 你也没戴那个安全头盔 为什么呢 爸爸 爸爸发生都暖啊 接下来 才华横移的谭警官 给小伙子的发型 提供了很多创意 大爷也忍不住加入 比如情人节 我想情人节 弄什么 弄个玫瑰嘛 弄什么脱形 中秋嘛 起个广体 月亮嘛 谭警官在路上遇到了一辆 超债的摩托 上面做了四只葫芦娃 其中两位还戴了军帽 于是谭警官立马把他们拦在路边 小伙表示自己的帽子是假的 没有头盔 于是戴了帽子 您不觉得你说你们戴上这个 很不协调吗 我们还是一个帅哥啊 这四名小伙都是18岁 并且表示今天是要去网吧 于是热心的谭警官 很好奇地询问他们的网名 你的网名是什么 我吻你 你的网名叫你吻 对了 我不想吻你 你都吻个谁呢 谁也没吻着 你呢 深爱 都深爱的谁呢 谁也没深爱上 你呢 小太子 你这有几个小太子 我还没结婚了 你呢 你呢 爱的梦想 爱的梦想你 实现了吗 一过都没有实现 听下来 任务不禁留下了时代的热泪 看似滑稽的潘泥少年们 其实都有一颗向往美好的心 这里是阿云说 记得点赞 关注更多精彩视频 等着你